您好,我是水清 继续为您播读 三国演义第八回 王司徒乔史连环记 董太师大闹风一停 却说快良月 今孙谦已丧,其死皆忧 乘此虚弱之使,火速进军 江东一股可得 若还师罢兵,容其养成气力 荆州之幻也 刘表月 无有皇祖在比营中 识人弃之 快良月 舍已无谋皇祖而去江东 有何不可 刘表月 无与皇祖心腹之交 舍之不易 遂已送环接回营 相约以孙间尸首换皇祖 孙策换回皇祖 迎接灵鹫 霸占回江东 葬父与取阿之源 丧事已毙 隐军居江都 昭贤纳氏 屈己待人 四方豪杰 渐渐投之 不在话下 却说葬卓在长安 闻孙间已死 乃月 无仇却已心腹之换也 问 其子年几岁已 有人打约十七岁 葬卓岁不以为义 自此欲加交横 自好为上父 出入 见天子遗仗 封弟弟董民 为左将军 护侯 侄子 董皇为侍中 总领进军 董氏松族 不问长幼 接封列侯 离长安城 二百五十里 别住没雾 一民夫二十五万人住之 其成国高下厚薄 一如长安 内盖宫室 仓库囤积二十年粮食 选民间少男美女八百人充实其中 金玉彩薄 珍珠堆积不知其数 家属都住在内 董卓往来长安 或半月一回 或一月一回 宫卿 劫后送于横门外 董卓常设账于路 与宫卿聚隐 一日 董卓出横门 百官接送 董卓留宴 是北地昭安降俗数百人道 董卓急命于坐前 或断其手足 或凿其眼睛 或割其舌 或以大锅主之 哀号之声震天 百官 站立施柱 董卓饮食谈笑自若 又一日 董卓与省台大会百官 列作两行 久之数寻 屡步进入 向董卓耳边 言不数句 董卓笑约 哈哈 原来如此 命吕布于盐上 揪司空张温下堂 百官失色 不多时 侍从将一红盘 拖张温头入县 百官魂不附体 董卓笑约 哈哈 诸功勿惊 张温 结连元术 欲徒害我 因使人寄书来 错下在吾尔奉先处 故斩之 功等无故 不必精畏 众官 唯唯而散 司徒王允 归到府中 寻思 今日席间之事 坐不安息 至夜深月明 策杀 策杖不入后援 立于 图迷架策 仰天垂泪 忽闻 有人在牡丹庭判 长须短叹 王云 钱不亏之 乃府中歌迹 貂缠也 其女自幼 进入府中 交易歌舞 年方二八 色迹俱佳 王云 以亲女代之 事业 王云听梁酒 贺曰 见人 将有私情也 貂蝉 金贵 大曰 见妾 安敢 有私 王云 曰 如无所思 何夜深 与此 长叹 貂蝉月 容妾 身肺腑之言 王云月 如物隐匿 当时告我 貂蝉月 妾蒙 大人恩养 训习歌舞 幽里相待 妾虽粉身碎骨 莫抱万一 今见大人 两眉愁锁 必有国家大事 又不敢问 今晚 又见 行作不安 因此长叹 不想 为大人 窥见 倘有 用切之处 万死 不辞 王云 倚仗 基地月 唉 谁想 汉天下 却在 如首中也 随我到 画阁中来 貂蝉 跟王云 到阁中 王云 尽 赤出 妇妾 那貂蝉 于座 磕头 便拜 貂蝉 精浮于帝月 哎呀 大人 何故如此 王云 月 如可怜 汉天下 生灵 言气 泪如泉涌 貂蝉 月 世间 渐窃 曾言 但有使命 万死 不辞 王云 贵而言 月 百姓 百姓 有道玄之威 君臣 有雷乱之急 非如 不能就也 贼臣 东卓 将欲篡位 朝中文武 无计可施 东卓 又一义儿 姓吕 名部 小勇 异常 我官二人 皆 好色之徒 金玉用连环计 先将如 许驾吕布 后陷于 董卓 如 于中 曲变 别见 他父子 反言 令吕布 杀 董卓 一决 大鳄 重复 社稷 再立江山 皆如之 立也 不知 如意 若合 貂蝉 却 许大人 万死 不辞 忘记 献切 于彼 且 自有 道理 王允 曰 始 若泄露 我 灭 门 也 貂蝉 月 大人 勿忧 且若不报 大义 死于 万刃 之下 王允 败 谢 次日 便将 家藏 明珠 树 科 令梁将 嵌到 金关 一顶 使人密送 吕布 吕布 大喜 亲到 王允宅 致谢 王允 预备 佳肴 梅传 后 吕布 致 王允 出门 迎亚 接入后堂 言之 上座 吕布 曰 吕布 乃相府 一将 司徒 是朝廷 大臣 何故 错境 王允 岳 方 今天下 别无英雄 唯有将军儿 允非 敬将军之职 敬将军之才 也 吕布 大喜 王允 殷勤 敬酒 口称 董太师 并 吕布 之德 不绝 吕布 大笑 畅饮 王允 赤退 左右 只留 侍窃 数人 劝酒 酒 之半 寒 王允 曰 孩儿 来 少 清 二清 一 因貂蝉 艳装 而出 吕布 惊问 何人 王允 曰 小女 貂蝉 也 王允 蒙将军 错爱 不义至亲 故令其 与将军 相见 便命 貂蝉 与 吕布 拔斩 貂蝉 宋 酒 与吕布 两下 眉来眼去 王允 扬 醉 月 孩儿 央吉 将军 痛饮 几倍 五一家 全靠着 将军 吕布 请貂蝉 坐 貂蝉 假意 欲入 王允 曰 将军 无知 智友 孩儿 便坐 何妨 貂蝉 便坐于 王允 侧 吕布 目不转睛 地看 又饮 树杯 王允 指貂蝉 为 吕布 曰 吕布 将此女 送予将军 为妾 还肯 纳否 吕布 出席 谢约 若得如此 不当 效 全马 之报 王允 曰 早晚 选一良辰 送至府中 吕布 欣喜 无限 贫以 牧师 貂蝉 貂蝉 以秋波 送情 少请 席散 王允 曰 本欲 留将军 指诉 孔太师 见仪 吕布 再三 拜谢 而去 过了数日 王允 在朝堂 见了董卓 趁吕布 不在侧 伏地 拜 请曰 啊 云 欲 欲 太师 车记 到草舍 赴宴 为神 君亦 若和 董卓 曰 司徒 见招 吉 当 曲 王允 拜谢 归家 水 露 碧 尘 于前厅 正中 涉座 锦绣 铺地 内外 各涉 为慢 次日 晌午 董卓 来到 王允 拒 朝福 出迎 再拜 起 居 董卓 下车 左右 持起 甲 士 百余 簇拥入 堂 分裂 两旁 王允 于堂下 再拜 董卓 命符上 赐坐 于策 王允 曰 太师 圣德 巍巍 饮舟 不能急 也 董卓 大喜 敬酒 作乐 王允 极其 致敬 天 晚 酒 憨 王允 请董卓 入后 堂 董卓 赤退 甲氏 王允 捧 伤 称赫 曰 允自幼 颇席 天文 夜观 前相 汉家 气数 已尽 太师 功德 赈于 天下 若顺之 受摇 于之 即顺 正合 天心 仁义 董卓 曰 安 敢 望 此 王允 岳 自古 有道 伐 无道 无德 让 有德 岂过 分 呼 东卓 孝 岳 若果 天命 归我 司徒 当为 元勋 好 本回散说到这里 那么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 下文 分解 您好 我是水清 继续为您播读 三国演义第八回 王司徒 乔史连环记 董太师 大闹 风一停 王允拜谢 堂中点上画烛 只留女史 尽酒 宫时 王允曰 教坊之乐 不足 供奉 偶有佳绩 敢使成应 董卓 曰 哦 神妙 王允 叫放下莲笼 声黄缭绕 触碰 貂蝉 勿于连外 有此赞之约 原是朝阳 宫里人 惊鸿婉转 掌中身 只一飞过 洞庭春 暗彻梁州 连不吻 好花蜂鸟 一只心 化堂香暖 不胜春 又诗约 红牙催派 燕飞芒 一片行云 道化堂 眉带促成 游子恨 脸容出断 故人长 鱼钱不买 千金笑 柳带何须 白宝装 五霸 五霸 隔连 偷目望 不知谁是 楚香王 五霸 董卓 命尽前 貂蝉 转入 帘内 深深 再败 董卓 见貂蝉 颜色 美丽 便问 啊 此女 何人呢 王允曰 歌迹 貂蝉也 董卓 曰 能唱否 王允 命貂蝉 只弹版 D-O-E曲 正是 一点樱桃 起降唇 两行碎玉 喷阳春 丁香舌土 尊刚剑 要斩奸邪 乱国臣 董卓 称赏不已 王允 命貂蝉 拔斩 董卓 情悲 问悦 青春几何 貂蝉曰 剑妾 年方二八 东卓 孝悦 真神仙中人也 王允 启悦 允 欲将此女 献上太师 为神 肯容 那否 东卓 曰 如此 见惠 何以报得 王允 曰 此女 得势 太师 祈福 不浅 董卓 再三称谢 王允 急命 被沾车 先将 貂蝉 送到 相府 董卓 一起 声 告辞 王允 亲送 董卓 直到 相府 然后 辞回 乘马 而行 不到半路 只见两行 红灯照到 吕布 骑马 直挤而来 正与王允 撞见 便乐住马 一把揪住一金 立声问曰 司徒 既已貂蝉 许我 今有宋女 太师 何相细也 王允 即 旨 之曰 此非 说话 出 且请到 草社去 吕布 同王允 到家 下马 入后堂 叙礼 毕 王允 约 将军 何故怪老夫 吕布 约 有人抱 我 说你把 沾车 送貂蝉 入相府 是何 义故 王允 约 将军 原来 不知 昨日 太师 在朝堂中 对 老夫 说 我有一事 明日 要到你家 王允 因此 准备 小宴 等候 太师 饮酒 中间 说 我闻 你 有一女 名幻貂蝉 已许 无儿奉先 我恐 你 言未准 特来 相求 并请 一见 老夫 不敢 有为 随 饮 貂蝉 出败 公公 太师 曰 今日 良辰 无急 当娶 此女 回去 配与 奉先 将军 誓思 太师 亲临 老夫 焉敢 推阻 吕布 曰 司徒 受罪 不意 是 错 见 来日 自当 复京 王允 曰 小女 颇有 庄恋 带过将军 府下 便当 送至 吕布 谢去 次日 吕布 在府中 打听 绝不闻 英号 进入堂中 询问 朱 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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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曰 夜来 太师 与新人 共寝 至今未起 吕布 大弄 潜入 董卓 卧房后 窥探 时 貂蝉 起于窗下 梳头 忽见窗外 池中 照一人影 及长大 头戴 数发官 偷掩 士之 正是 吕布 貂蝉 顾促 双眉 做忧愁 不乐 之态 赴以 香罗 贫世 眼泪 吕布 窥视 良久 乃出 少情 幼入 董卓 以坐于 中堂 见 吕布 来 问曰 外面 无事乎 吕布 曰 无事 事利 董卓 侧 董卓 方时 吕布 偷目 切望 见秀莲 内 一女子 往来 观去 微露 半面 以目 送情 吕布 知事 貂蝉 神魂 飘荡 董卓 见吕布 如此光景 心中 一记 约 奉先 无事 且退 吧 吕布 泱 泱泱 而出 董卓 四纳 貂蝉 后 围色 所谜 月 于 不出 礼事 董卓 偶然 小急 貂蝉 衣不解带 取义 逢迎 董卓 心 欲喜 吕布 入内 问安 正值 董卓 睡 貂蝉 于床后 探半身 望着 吕布 移手 指心 又 移手 指董卓 挥泪 不止 吕布 心碎 董卓 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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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见吕布 注视 床后 目不转睛 回头一看 见貂蝉 立于床后 董卓 大怒 斥吕布 曰 如敢 细无碍 姬也 换左右 逐出 今后 不许 入堂 吕布 怒恨 而归 陆遇 李如 告知 其故 李如 急入 见董卓 曰 太师 欲娶 天下 何故 以小过 见责 温侯 唐 鼻心 便 大势 去矣 董卓 曰 奈何 李如 曰 来朝 换入 赐以金箔 好言 未知 自然 无事 董卓 一言 次日 使人 换 吕布 入堂 未知 曰 无 前日 病中 心生 恍惚 勿言 伤辱 如 季心 随 赐金 十斤 仅 二十匹 吕布 谢归 然 身 虽在 董卓 左右 心 十 纪念 貂蝉 董卓 即 纪欲 入朝 议事 吕布 直己 相随 见董卓 与 现地 共谈 便 成奸 提己出内门 上马 敬头 相府来 继马 府前 提己住后堂 寻见 貂蝉 貂蝉 曰蝉 曰 如可去后园中 风仪亭边等我 吕布 提己 敬王 立于 亭下 曲栏之旁 良久 见貂蝉 风花 拂柳而来 果然如月宫仙子 气味 吕布月 我虽 非王司徒 亲女 然 待之 如己出 自见将军 许事 其咒 且已 生平 愿足 谁 想 太师 其不良 之心 将 且 淫污 且 恨不 祭死 只因 未遇将军 一绝 故且 忍辱 偷生 今兴得见 且愿 避 此身已无 不得 富士英雄 愿死于军前 以名 妾志 严气 手攀 驱蓝 望荷花池 便跳 吕布 慌忙 抱住 气曰 无知 如心 久矣 只恨 不能 共语 貂蝉 手扯 吕布 曰 且 今生 不能 与君 为妻 愿 相 其 于 来 氏 吕布 曰 我今生 不能 以儒 为妻 非 英雄 也 貂蝉 曰 且 度日 如年 愿君 连而 救之 吕布 曰 我今 偷空而来 恐老贼 见仪 必当 速去 貂蝉 千奇 一 月 君如此 惧怕老贼 且身 无见 天日之 妻也 吕布 立住 曰 容我 徐 徒 良策 羽霸 提己 欲去 貂蝉 曰 妾 在身归 闻将军之名 如雷光耳 以为当事 一人而已 谁想 反受他人之 智乎 言气 泪如雨下 吕布 羞惨 满面 重复 遗己 回身 搂抱 貂蝉 用好言 安慰 两个 微微移移 不忍相离 却说 董卓 在殿上 回头 不见 吕布 心中怀疑 连忙 辞了 陷地 登车 回府 见吕布 马 寄予府前 问门里 立答 曰 温侯 入后堂 去了 董卓 赤退 所有 进入后堂 中 寻觅不见 患 貂蝉 貂蝉 亦不见 急问 侍窃 侍窃 曰 貂蝉 在后园 看花 董卓 寻入后园 正见 吕布和貂蝉 在风仪 亭下 共雨 画吉 已在一边 董卓 怒 大喝一声 吕布 见董卓 至大惊 回身便走 董卓 抢了画吉 挺着赶来 吕布 走得快 董卓 肥胖 赶不上 置己 刺吕布 吕布 打己 落地 董卓 十几赛赶 吕布 已走远 董卓 赶出 园门 一人 飞奔前来 与董卓 胸膛 相撞 董卓 倒于地 正是 冲天 怒气 高千丈 铺地 肥去 坐一堆 未知 此人 是谁 且听 下文分解